作为全世界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安一省的水费账单居然这么贵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沃泰华地产经纪莉莉 前两期视频里我们讲了安一省 尤其是沃泰华 是如何交电费和天然气费的 以及如何解读这些账单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家里的水费账单 又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我们可以登陆 myservice.odward.ca 这样可以看到沃泰华的水费 是每两个月一交的 水费账单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fixed charge 也就是固定费用 用不用水你都需要交的 其中包括了消防供应 用水费 污水处理费和雨水排水处理费等等 那第二部分呢 是根据你家的实际的用水费用 包括了自来水费和污水费 也就是上水和下水 收取的费用是根据你家的使用量 来变动计算的 而计算方式是按照阶梯收费的表格来看的 表格上的收费标准呢 分为四个阶梯 每个阶梯呢都对应呢 有自来水费和污水的处理费 总体来看 第一阶梯呢肯定是最便宜的 但是一家人生活起来 六个立方的水肯定是不够用的 基本上大家都会进入到第二阶梯 那么你家每月水费账单计算公式呢 就是第一阶梯的用水量 乘以上下水费的总和 单价一块七毛三 再加上第二阶段用水量 乘以上下水费的总和 那单价是三块四毛五 以此类推 而每次当你收到水费账单的时候呢 看到的总支出 就是你家立二和月的水费的总和 再加上第一部分 我们就提到了那笔不小的固定费用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次拿到 巨额水费账单的时候 都会吓一跳的原因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交水费 或者干脆不交水费呢 当然有 如果你生活在魁北克省 或者呢 安省其他一些小镇上 比如沃泰华的Mandotique和贵里 他们是不需要交水费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井水 自己打井 自己造水 浇花种菜游泳池啊 水都随便你用 是不是很心动呢 这些地方真的那么好吗 那很多拿了新房的朋友呢 都会抱怨说 我的水费账单怎么这么高 就比其他的同样的房子 水账单高 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因为你拿了新房子之后 你前屋后院的草刚刚铺完 你每天都要用大量的水来浇草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草的存活呢 所以拿了新房的朋友呢 不用担心 到第二年 草已经差不多涨活了的时候呢 你的用水量就会下来 对了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是沃泰华的水费账单啊 跟你的地税账单 是同一个账单的 所以说 如果你的租客不付水费的话 那最后这个账单呢 还是会落到房东的头上 是由房东来付的 所以说说房东的朋友们 当你的房子租出去之后呢 不妨三个月的头上呢 去检查一下 第一份账单有没有发给租客 以及租客有没有支付 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下期呢 我们再为大家解读一下呢 热水灌的租赁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注莉莉湖 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